话说有一个书生叫吴云 自清安 少年时就很有名气 当地葛太史曾看过他的文章 给以好评 因喜欢他的文才 就托与吴云要好的人请他来交谈 以观察他的言谈与文才 并说 哪里有像吴云这样的才学 还长期过穷日子的呢 并叫邻居们传话给吴云 要是能奋发上进 考取功名 我就把女儿嫁给他 葛太史有一个女儿 长得很漂亮 这话传到吴云耳朵里 他非常高兴 也很有信心 可是第一次考试就落了榜 他就托人转告太史 我能富贵那是命中注定 只不过不知道是早是晚 请等我三年 我实在不能成功 他的女儿在另嫁 由是他更加刻苦学习 一天夜里 明月之下 有一个秀才来拜访他 这人长得白净脸 短头发 细细的腰 长长的手 吴生有礼貌地问 这人从哪里来 有什么事 那人说 我姓白 自于欲 两人又稍稍说了几句话 吴生觉得此人心胸开阔 心里很是赏识 就留白生同诉一处 白生也不推辞 睡到天明才走 吴生再三嘱咐 顺便时再来续谈 白生也觉得 吴生城市热情 就提出要在吴生家借助 吴生非常同意 约好搬家的日子 就分手了 到了搬家的那天 先是一个老头送吹具及其他用具来 随后白生才到 踏骑一匹白龙马 吴生迎接进来 忙命家人打扫房间安排住下 白生也打发跟来的人牵马回去 从此以后 两人朝夕相伴 互相研讨学问 各有收益 吴生见白生读的书 不是常见的书 也没有八股文一类的文章 便奇怪地问白生 白生回答说 人各有志 我不是求功名的人 晚上还经常请吴生到他屋里喝酒 拿出一卷书来给吴生看 书中都是些气功方面的事 吴生看不懂 便信手放在一边 又过几天 白生对吴生说 那天晚上给你看的书 书中讲的都是些黄庭经的要术 是语化登仙的入门教材呀 吴生笑着说 我对承仙不感兴趣 承仙对断绝情缘 没有杂念 这我是做不到的 白生问他 为什么 吴生回答是为传宗接代 白生又问 为何这么大年纪还不娶亲呢 吴生笑道 寡人有吉 寡人好色 白生说 网醒无好小色 你想娶个什么样的意中人 吴生才把等葛太史女儿的事告诉了白生 白生怀疑葛家女子未必真美 吴生说 这女子美是远近都知道的 不是我自己眼光浅 白生一笑了之 第二天 白生忽然整理行装 对吴生说是要走 吴生依依不舍 难过地与白生叙叙话别 不忍分离 白生就叫童子背了行李先走 自己与吴继续说话 忽然见一个清蝉叫着落在桌子上 白生告辞说 车子已经来了 我告辞了 以后你着想我 就扫一扫我睡的床 躺在上面 吴生听了刚想再问什么 转眼间 白生就缩小得像指头一样大 一翻身骑在清蝉背上 知得一声飞走了 渐渐消失在彩云中 吴生这才知道白生不是平常人 惊饿了很久 才怅然若失地回房 过了几天 天上忽然下起蒙蒙细雨来 吴生很想念白生 就走到白生住的房间 一看白生住的床上 布满了老鼠的爪迹 叹了口气 用条肘扫了一下 铺上一张席子躺下休息 不多时 就见白生的书童来请他 吴生非常高兴 跟了童子就走 一煞时 见一群小鸟飞来 童子捉住一个对吴生说 黑路难走 可骑小鸟飞行 吴生顾虑这么小的鸟 能担负得动吗 童子说 可以骑上试试 吴生就试着骑在上面 见鸟背非常宽绰 童子也骑在他身后 只听嘎的一声 就飞上了天空 不多时 眼前出现一座红门 鸟落了地 童子先下 扶吴生也下来 吴生问 这是哪里 童子回答说 这是天门 门两边有一对大老虎蹲在那里 吴生很害怕 童子护着他领着进去 只见处处风景与世间大不相同 童子领他到了广航宫 宫内都是水晶台阶 走路像走在镜子上一般 两棵大桂花树 高大参天 阴逸天日 花气随风飘来 香气袭人 房屋 亭子都是一色红窗红门 时常有美女出出近近 各个端庄秀美 人间无比 童子说 王母宫的宫女更漂亮 因怕白生等久了 没能多留 童子匆忙领他走出广航宫 又走了一段路 就看见白生在门口等他 白生一见到吴生 忙上前来握住他的手 领他进了院子 吴生见屋檐下 清水白沙 涓涓流淌 玉石雕气的栏杆 好像月宫一样 刚进屋坐下 就有妙邻女子前来献香茶 接着就摆上酒宴 四个美女 金佩玉环 叮当作响 视力两边 吴生刚觉背上有点痒痒 就有美人深入戏手 用长支架轻轻搔痒 吴生直觉心神摇曳 一时平静不下来 不一会儿就喝得有点醉意 渐渐掌握不住自已 笑着看看美人 殷勤地与美女说话 美女每每笑着避开她 白生又命美女唱歌佐酒 一红纱女子端着酒杯献酒 一面唱动听的歌曲 众美女也都随着一起演奏起来 走完 一个绿衣女子一面唱歌 一面献酒 一个穿紫衣的和一个穿白纱衣的女子 痴痴笑着 暗中互相推让 不敢向前 白生又命她们一人唱歌 一人敬酒 于是紫衣女便来敬酒 吴生一面皆碑 一面用手挠女子的手腕 女子一笑失了手 把酒杯吊在地上打碎了 白生责备她 这女子含笑减杯 低下头戏声说 冷如鬼手心 强来捉人臂 白生大笑 罚紫衣女自唱自舞 紫衣女舞完后 白衣女又来尽一大杯 吴生谢绝 白衣女捧酒不快 吴生指得又勉强喝了 吴生用醉眼戏看这四个女子 都风度翩翩 没有一个不是绝世家人 吴生忽然对白生说 人间的美女 我求一个都很难 你这里这么多漂亮的美人 能不能让我真正快乐快乐 白生笑着说 族下不是有意中人吗 这些你还能看上眼 吴生惭愧地说 我今天才知道我见识的太少 于是白生就召集起所有美女 让吴生选择 吴生看看哪个也好 一时拿不定主意 白生因为紫衣人 曾和她有过捉弊之交 便吩咐她抱了被子 去侍奉吴生 批二 吴生与紫衣女同床睡觉 尽情欢乐 恩爱无比 事后 吴生向紫衣女索取信物 她就摘下金手镯赠给她 忽然童子来说 仙人凡人有别 请吴先生马上回家 女子急忙起床出门去了 吴生问童子白生哪里去了 童子说 早去上朝了 她吩咐我去送你 吴生闷闷不乐 只好跟童子按原路返回 到了天门 一回头童子不知何时已不见了 门边的两个老虎张着大嘴一起向她扑来 吴生急忙快跑 眼前却是一条无底的山谷 想住脚似来不及了 一头扎进了山谷 吃了一惊 出了一身冷汗 一睁眼 原来是做了个梦 太阳已红通通的了 拿起衣服一抖 觉得有件东西掉在床上 一看正是那金镯子 吴生心里好生奇怪 从此 吴生想升官发财 娶美女的心思 全部没有了 心灰意冷 对人间不感兴趣 一心向往名山大川 拜寻赤松子 得到成仙 然而她还一直没有忘记传宗接代 又过了十几个月 有一天 吴生白日睡觉正浓 忽然梦见紫衣女子自外边进来 怀里抱着一个婴儿 对吴生说 这是你的骨肉 天上难留这个孩子 所以抱来送还你 说吧 把孩子放在床上 又用衣服盖好 匆匆就走 吴生一把拉住她 要她再住一夜 紫衣女说 上次同床为新婚 这一次同床为永别 百年夫妻就到这里 若郎君有志 或者还能相见 吴生醒来 见婴儿睡在身边被褥之中 赶快抱着去见母亲 她母亲高兴得不得了 于是雇了奶娘喂养这个婴儿 起了个名字叫孟仙 吴生有了孩子 就托入转告个太史 说自己要去隐居 请她女儿另嫁 太史不肯 吴生雇辞 太史便告诉了她女儿 女儿说 远近没有不知道 我已许配吴生了 今又改嫁别人 这不是嫁了二夫吗 于是葛太史又把这话转告了吴生 吴生说 我不但已经不图功名 而且也绝情于男女了 我所以没有马上进山 只是因为尚有老母健在 太史又把吴生的话告诉女儿 女儿说 吴郎穷 我甘心跟她吃糠燕菜 吴郎要去 我就在家侍奉婆母 定然不令嫁他人 如是再三 商量不妥 葛太史最后还是择了日子 用车马把女儿送到了吴家 吴生感念妻子的贤惠 特别敬爱她 女子侍奉婆母非常孝顺 也不嫌家里贫穷 过了两年 吴母死了 葛女卖了嫁妆 安葬了婆母 进到了礼节 吴生对妻子说 我有像你这样的贤妻 还有什么忧愁 只是听说一人得到 拔宅非生 所以想离家出走 家中一切就拜托给你了 葛女也坦然答应 一点也不挽留 于是吴生就辞别妻子出走了 吴生走后 葛女外里生活 内训娇儿 至家井井有条 孟仙也渐渐长大 学习聪明过人 十四岁中了秀才 人称神童 十五岁又入汉林 每次皇上包封 不知他的生母是谁 只封葛是义人 每次有纪礼 孟仙总是问父亲在哪里 他的养母就实话告诉了他 孟仙想辞官不作 去找父亲 养母说 你父亲已走了十几年了 想来也已成仙了了 你哪里去找 后来 孟仙奉旨去进南越 路上碰到一伙墙 正在危急之时 来了一个持剑的道士 强盗被吓跑了 为他解了围 孟仙很感激他 赠给道士银子 道士不要 只拿出一封信托孟仙烧回 主妇说 我有个朋友与大人是同乡 托你代问个好 孟仙问 你朋友叫什么 回答说 王林 孟仙想来想去村中 没有这个人 道士说 他是个老百姓 大人可能不认识他 道士临走 拿出一只金镯子说 这是规格之物 我识了来没有用 就送给你作为烧信的报答吧 孟仙拿着手镯细看 做工精细 镶嵌精美 就拿回家去给了他夫人 夫人很真爱 叫能功巧匠 照样再造一只配成对 怎么也造不了这么好 孟仙便问村中百姓 并没有王林这个人 实在无法找到 就打开信看 信中写着 三年鸾凤 分拆各天 藏母教子 端来清闲 无以报得 凤要一玩 偷而食之 可以成仙 后面写着 林娘夫人装刺 念完了 仍不知是什么人 就拿着去问他养母 养母一看便哭了 说 这是你父亲的家书 林是我的小子 孟仙才恍然大悟 王林是林子的拆白 悔恨得不得了 又拿出镯子 请母亲看 母亲说 这是你生母的遗物 你父在家时 常拿出来给我看 又看药丸 有豆子那样大 孟仙高兴地说 我父亲是仙人 吃了这丸子 一定长生不老 他母亲没有立刻吃 暂时藏了起来 等葛太史来看外孙时 便给他念了无声的信 并奉上丹丸给他添寿 太史一分两半 与女儿分吃了 顿时精神焕发 太史以七十多岁老太龙中 吃了丹丸忽然筋骨强壮 不坐车马 不行走得很快 家人跑路才跟上他 又过了一年 城里发生了火灾 大火终日不灭 全城人都不敢睡觉 孟仙家的人都在院子里看 见大火渐渐蔓延过来 一家人无计可施 忽然夫人手上的金镯子 嘎然作响 自行脱手飞上天空 逐渐扩大 圆圆地盖在宅子上 镯子口朝东南 众人都惊呆了 一煞时 火自熄来 烧到镯子边就转向了东 等火势烧远了 众人认为镯子不会再回来时 忽见红光一下收敛起来 镯子当地一生吊在夫人族下 这次城中大火烧了民房几万间 前后左右都成灰烬 只有五宅安然无恙 只有东南角一小阁被烧 正是镯子口处没盖住的地方 阁女年五十多岁时 有人看见 还像二十多岁人一样 好了 这个故事就讲完了 如果喜欢就点个赞吧 谢谢